为了解决部落满葬议题 提倡纳谷塔设施公园化的目标 绣林乡公所在3月25号 在绣林乡水源公墓纳谷墙基地 办理水源村纳谷墙动工祈福仪式 乡长王玫瑰代表会主席 以及部落干部一同到场参与祈福仪式 继米亚完纳谷墙启用之后 接续绣林乡第二座水源纳谷墙正式动工了 绣林乡公所也办理了动工祈福仪式 绣林乡长王玫瑰代表会主席陆彦林 绣林乡南区代表水源村长部落主席 组长等水源部落干部一同来到场参与祈福仪式 我们水源这里没有比苗碗好处理 也没有比同门好处理 也没有比山站好处理 因为我们这里还要多一个 就是很严谨的一个水宝的一个工作 所以当时我们真的要谢谢 我觉得上天我一直想要做这件事的时候 上天给我一个人才 就是谁 我们的柯义 我们给他掌声好不好 我们柯义也是水源村的人 所以他也非常积极去处理这件事情 他不仅是协助处理我们自己村的 他自己是我们村的孩子 但是其他村的也一样 他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得非常好 当然推的上面也有他的科长 他叫林家文 掌声一下 那在推动所有纳谷墙的事务 各位村民真的非常困难 但是也真的是感谢上天 有这么好的科长跟这么好的承办人 水源村长则是相当的开心 水源纳谷墙终于可以动工了 非常高兴 又是在清明前夕 就在东宫起国的意思 这让我们水源村的主人 真的非常高兴 修林下面代表会主席陆远连表示 修林下面代表会相当支持 公所推动纳谷墙政策 代表会也会全力的支持 并且协助公所来继续推动 我觉得我们在修林乡 我们的腹地真的都没有了 一直要一次两次三次的工程 我们像我们三站19号 好像站第19号 我们要动工了 终于在21号发包出去了 那之后第一期结束之后 还有第二期 有没有第三期 我现在目前不知道 那我现在目前我是 我现在身为主席 我会带领我所有的代表 一定要支持这个提案 我希望在修林乡 我们的纳谷墙 能够遍地开花 乡长你放心 我们这边代表会 绝对会全力的支持 水源部落是修林乡 第二个部落资商同意的 修林乡公所 新建水源公墓 纳谷墙 109年部落资商同意前 票捷通过之后 经过申请新建基地 新办事业计划核定 与变更编定为宾章用地 部落沟通纳谷墙 西部设计 施作形式 并经过原住民委员会 核准动用修林乡 原住民保留地 租金 经费 刑建预算 盛行检与随着保持计划核定 纳谷墙工程发包 并取得杂造建造等程序流程 记得喜欢订阅我的频道